金轮地热能发电厂开发案 106年8月份 厂商在温泉部落举办过两场的部落会议 并且决于通过开发案的申请 但是开发的地点都未在临近 五个部落的金轮溪流一上 在公开说明会议上 有其他部落的居民认为 资商同意必须经过各个部落的同意 才算完整 那在做资商同意的时候 经过部落同意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经过 有关系各个部落的同意 才算是资商同意的完成 应该不是只有 以温泉部落来去做同意 然后才算是一个完成 是不是应该这样 温泉部落会议主席吕宏明表示 虽然之前召开过两次的部落会议 但是开发地点未在重叠的领域上 也建议相关单位 执行跨部落的协商机制 我们部落 因为有一些传统领域 会有重叠的情形 尤其像西边或山上 狩猎区也好 我想这个跨部落的一些学商 我想这个机制一定要有 我想也该听听其他部落的主人的声音 对于地热能发电厂开发的疑虑 也由居民担心开挖后 是否会引起地敌有毒气体或地震 运作后噪音的产生 以及防治的配套措施 认为这些疑虑都尚未获得产商详细的说明 很多研究报告其实都是有显示 但是也都轻忽说 你们可以做得很好 那如果真的有了呢 请问政府单位是做什么事情 有做后续居民的健康身体检查吗 你们会有做毒害的防治吗 一个案子要开发 也不止还评 其实像刚刚所提的原基法21条 或其他法规都要符合 每一个要素都缺一不可 那如果相关的疑虑 当然开发单位在本案的过程中 还是必须去做回应的 环保署综合计划处科长表示 这次的说明会议 搜集并记录基米的相关意见 要求开发单位确实回复基米 所提出的问题 也会纳入开发案环境闪查最后评估 原事新闻物质 台东泰玛里采访报导